今天我去訪問她就說,在家裡有點悶,因為最近她經常在家裡網上學習,從早到下午都是很忙的,所以她知道一有機會外出,她就問媽媽,她就問媽媽,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?所以帶著她來。 你這陣子有什麼教育工作人員的壓力,還是一直在家上學? 最近真的當回老師了,一來就是忙著照顧小寶寶,然後還要照顧她的學業、課程方面,所以覺得有點累。 可能如果她在課堂上應該會比較合作,但是對於媽媽來說,她就比較調皮,不願做功課,經常怕她跑去,所以就叫她去做功課覺得很累。 可不可以幫你調高,或是有什麼功課? 功課方面也是教給我的,所以沒辦法。 等著著著著著著,你要放過一段時間,可不可以承認她的手來承認她? 她帶寶寶也是還可以的。如果叫她去餵奶,其他方面應該沒關係,所以不用擔心。 她們都很喜歡你踩到嗎? 她跟姐姐,她覺得很滿足,因為經常摸著寶寶的手啊,摸著小弟弟,她說,小弟弟,姐姐很愛你啊,然後在她旁邊,耳邊唱歌。 還有,當我很忙的時候,她可以幫我去餵奶,因為比如說要去洗手間,或者去忙著,她是一個好幫手。 謝謝。